大马要成为金砖国家集团BRICS的一份子 首先安华最近受访时表示 我国要申请加入BRICS旧的南非政府的点头 安华是在中国总理李强访马前夕 首次对外做出这项宣布 而BRICS过去就经常被西方主流的观点 认为是个与七国集团G7抗衡的 非西方国家组成的联盟 甚至被描绘成是要挑战西方霸权的反西方阵营 政府如今要大胆地跟这个金砖国家抱团取暖 对马来西亚来说肯定是个上上策 先来说说这个金砖国家集团BRICS 它其实是源自美国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 在2001年所提出的金砖四国概念 它预测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国家 能在2050年超越英国、法国、意大利等等的西方发达国家 而美国与日本挤身全球六大经济体 让世界的经济格局重新洗牌 而BRICS就是这四个国家和后来加入的南非英文字母所写 那目前BRICS的阵营已经扩大 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埃索尔比亚 在今年1月也正式加入 目前共有10个成员国 那放眼东南亚国家 除了我国、泰国也已经在上个星期 正式提交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书 而邻国印尼也有意要加入 如今金砖国家占世界人口40%以上 和全球经济的四分之一 超越以美国为首的G7工业化国家集团 对于马来西亚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的突然决定 根据22的报道 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阿战法兹万副教授认为 这是一个战略举措 他说金砖国家是西方集团的替代选择 加入BRICS是一个明智之举 因此我国可以成为这些国家的平等贸易伙伴 并有机会扩大出口 至于大马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 桑卡兰·南比尔接受自由今日大马访问时则认为 全球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主流叙事的一部分 安华显然认为是时候寻找替代模式了 对于马来西亚决定要站在其他快速发展经济体的一边 要作为未来50年制定话语权的一份子 他表示欢迎的同时 也提醒 这意味着马来西亚需要谨慎行事 以避免激怒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友 那不管怎样 两位受访的评论员都认为 我国加入BRICS也是顺应去美元化的举措 避免美国继续将美元武器化 也就是通过美元来实施经济制裁 否则就像安华所说的 即便我国投资额在去年创下历史经高 但令吉货币依然受到沉重打击 而BRICS在去美元化的这件事情上面 也真的是跑得非常前面 为了立抗美元霸权 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也预告 金砖国家将推出自己的独立支付系统 其中虚拟货币XRP有可能作为跨境的结算货币 另外阿战法资万副教授也以1993年和2003年 我国使用棕油支付俄罗斯战斗机费用为例子 认为大马加入金砖国家的好处之一 是可以找到其他不使用外币的贸易方式 那你怎么看我国申请加入金砖的决定呢 马来西亚下的这一步棋是对国际未来趋势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以及新兴国家阵营之间的一个信心投票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交流 如果你喜欢这些影片 也记得按赞并分享出去 也要订阅热点赞 一起关注更多国内外大小事 感谢您的明 fields 明天下的ажу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